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讲等候神的时候 我都要你要讲 要我去讲方法 但我都重点去讲 为什么要等候神 就是我每次都讲这个重点 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就像我去台湾这个事情 我把主权交给神了 之前我有的时候 只要觉得我稍稍跑到神前面一点点 有了自己人的着急的时候 我就马上自责 我就觉得我好像 主我对不起你 我又自己操心了 我又自己做很多 我的心就会难受的 就会觉得好对不起主 我对神的如果信任度下降了 我就会马上一段时间都会突破 就像我今天早上祷告 我说神有什么东西 我就觉得我的心又不够爱你了 我觉得我对你的信任是小的 因为我惧怕 我明日到自己有惧怕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对神的信任在下降 所以我就祷告神 所以这就是我和神极重要的部分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是每个基督徒 就是神要操练我们成为受造物 成为倚靠他的 听命胜于献祭 圣经上有这句话 听命胜于献祭 神要让我们成为他顺服的百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